大唐总共铺腾了289年21位皇帝 今天我将用20多分钟的时间为诸君串起来整部大唐石 列位留好时间咱们发车了 第一位开国皇帝高祖李渊 天生的小机灵鬼开局就网诈 七岁老爹就挂了 他试协了唐国公的爵位 在这段时间小李渊的亲姨父杨奸 将自己的外孙子周敬帝赶下了台 建立了大隋王朝 小李渊就天天跟在小姨父杨奸屁股后面 弄得杨奸贼疼他 等姨父杨奸退位表弟杨广接班的时候 李渊早就混成山西地区的老大了 本来李渊就想踏踏实实的当个活就行 人家没想造反 但是刚上位的大表弟杨广不干呀 咋败家就咋玩 修心城 早运河 搞连环 没事再去跟高沟立干几家 啥费银子他玩啥 结果弄得老百姓裤兜比脸都干净 集体造反了 李渊趁势端了表弟的长安城 大唐正式建立 当皇帝后 麻烦事也就来了 大唐的江山有一大半是二儿子李世民帮忙打下来的 当初李渊为了让李世民带军打仗 允诺胜利归来就立他为太子 结果说话不算话呀 反手就把太子位给大儿子李建成了 这哥俩谁也不服谁都想分分钟捏死对方 最终超家伙在玄武门上演了终极大皮黑 史称玄武门之变 这李建成哪是李世民的对手啊 李世民稍微用了一点计策 就顺顺利利的用弓箭射死了李建成 李渊恩彻底被吓坏了 没多久就让位了 享年69岁 李世民也正式成为了大唐的第二位皇帝 这李世民当上了皇帝 按照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嫡长子继承制 这李世民其实就是个篡位者 李二哥也十分清楚 他要比李大哥更加努力才行啊 如若不然 人们拿他跟李大哥做比较 就会有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他上位后 第一件事就是赦免了当初的政敌 魏征 把他拉过来为自己效力 同时重用能臣 房玄陵 杜如慧这俩双字星 以及屌丝出身的麻舟 冷面小生 甲咒等等 甚至就连他的结发妻子 长孙皇后都是他的参谋助手 对外呢 派遣大将李靖和侯军级干服了突厥 土玉魂 土玻 高昌这四个周边国家 重建了大汉的丝绸之路 被尊称为天可汗 这四个国家打的时候也老有意思了 突厥和土玉魂属于没事找抽刑 你不干我 我就挑衅你 结果这大将李靖直接就开启风偶模式 打到了这两位的老巢 裤衩子都给打没了 彻底玩完了 土玻当时的首领松赞干部是个有大社会的人 这小伙子一看唐朝的军队也太猛了 当时就给李世民跪下了 开口就叫岳父 死气白咧说啥都要给李世民当女婿 弄得李世民只能把文成公主嫁给了他 小伙子一块地也没丢 还拜得了个媳妇 至于高昌这个国家呢最省事了还没开打呢老大就死了 儿子接班后直接就举白旗投降了 这个国家的君主啊基本上都信佛 当初玄奘偷渡去印度取经还帮助过玄奘 总之大唐王朝这时候对周边的国家来说就是无解的存在 贞观知智就此开启 李世民在朝堂上广纳见眼鼓励大臣们喷自己 每天必须得给他提点建议不提就算你矿工的那种 弄得自己天天被打脸 后宫呢也不像别的皇帝那样阴阴阴阴乱七八糟的 找的要么是名里大器的长孙皇后 要么呢就是贤良淑德的徐淑飞 要么就是姓吴的 在李世民自虐般的治理下 大唐是要钱有钱要人才有人才 但正所谓呀林子大了什么年都有 有人才就有蠢才 让李世民万万没想到的是 蠢才居然是自己的儿子太子李承前 好好的太子不当非得造他老爹的反 结果被老爹李世民一顿收拾 重选了李志当太子 李志当太子没几年 老爹李世民就疾病缠身 磕上了仙药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 古代的仙药基本上都喊狗 吃了就中毒 贞观23年一代雄主李世民病逝于翠瑞宫 享年52岁 李世民去世 儿子李志就继承了皇位 他也是大唐的第三位皇帝 李志这个人呢性格有些软弱 但是撩闷的功夫好啊 他撩上了自己的小妈 武才人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武则天 李世民病重期间 武才人一直侍奉在身旁 李志经常进宫看望父皇 一来二去就和武才人来了殿 结果李世民并没好 他俩好成了 李志和武则天虽然是相亲相爱 但李世民去世后 按照李志规定武则天这个级别的才人必须要出家为你 所以26岁的武则天成一姑了 新皇李志不抛弃不放弃 上位后赶紧到庙里把后妈武则天捞了出来 武则天一回宫就如鱼得水 尽情施展心机和手段 很快就当上了皇后 按理说后宫是不能干政的 但巧的是李唐王室还有个家族一团病 以现代的医学知识来看估计就是高血压 这高血压的早期症状啊就是头晕 李志后来头晕的连公事都没法办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能找武则天商量 结果这武则天还很有才 真能给皇帝出谋划策 久而久之呢 高宗在工作上就离不开他了 上班也带着老婆一块去 一块坐在朝堂上处理国家大事 史称二圣临朝 后来干脆就都交给武则天处理 于是天下大权就掌握在了武则天的手里 到李志统治后期 武则天已经成为了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李志啊是真爱武则天 这些时候看老婆是干着皇帝的活 却只有皇后的名分 心疼老婆呀 决定再帮老婆一把 咬咬牙双腿一瞪 驾崩了 享年55岁 武则天成功升级成皇太后 这个古代呀 皇太后已经是一个女子的职业巅峰了 但武则天要的不是这个 他要成帝 要成帝就得有自己人 好在现在武则天内有上官晚 还有解难 外有敌人节重逢献身 自己手里还有俩儿子能用 这两个儿子 一个叫李贤 一个叫李淡 都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儿子 武则天先是把李贤推上去当皇帝 视为唐中宗 然后找个借口把他踹下来 再把李淡推上去 视为唐瑞宗 这整个过程啊 都是武则天在后面操纵 于是李家的亲戚和大臣们不开心了 他们找来一个人 专门写了一篇陶武席文 写这个东西的人 叫洛宾王 就是写呃呃呃 趋向向天歌的那个人 于是就出现了各种造反 但最后全被武则天给摁下去了 李家的势力就这么没落了 武则天趁势 把李淡踢下了皇位 自己称帝 公元690年 67岁的武则天称帝 改国号为周 大唐王朝暂时中断 进入了武周时期 武则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政治上 武则天治理国家 很有一套 非常开朗 尤其会用人 只要有才就敢用 他还开创了武局 恋家吧 也有了出头的机会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郭子怡 这郭子怡 武局出身后就开始当兵 几十年后 他帮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拯救了整个帝国呀 武则天虽然是女皇帝 却没有拖大唐的后腿 一样的盛世景象 到了晚年 武则天就发愁了 这皇位传给谁呀 如果传给自己儿子呢 可是儿子姓李 往后一辈辈传下去 也都姓李呀 这是武家的天下 还是李家的天下呢 如果说要传给姓武的人呢 那武则天就不能在自己的后边中 找继承人 得去娘家家族里找 比如找娘家的侄子继承皇位 问题是这些人跟武则天的血缘关系太远了 这时候敌人节就发话了 说您是皇帝啊 您去世之后 继承者得给您立太庙 可您见过侄子给姑姑立庙的吗 按照儒家的规矩 人家应该祭祀的是自己的爸爸跟爷爷 人家不会祭祀您呢 武则天一听有道理 算了吧 政治的魅力在于妥协 就在武则天还在犹豫的时候 以张剑之为首的五个大臣发动了一场政变 逼迫武则天下招 让太子李显继位 史称迎仙宫政变 公元705年末 一代武皇女则天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享年81岁 在他身后留下的是去帝号 称则天大圣皇后 只立卑不克赐 武则天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选择重新回到李家儿媳的位置 立下吴自为任后人评说 武则天去世后 儿子李显继承皇位 这天下就又从武洲变成了礼堂 李显这小伙子是个七管炎 他老婆委皇后又贼有上进心 受到强势婆婆武则天的影响 满脑子就想当女皇帝 委皇后学习婆婆好榜样的想法 没错 做女皇帝的想法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学习的方法完全不对路 武则天是尽心尽力辅佐高宗理智 做出成绩后人家才成就的女皇之位 而这委皇后却异想天开 想走捷径实现自己的女皇之梦 于是他就和他那个二百五的闺女 安乐公主下药把自己的老公皇帝 李显给堵死了 李显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玩玩 享年五十四岁 委皇后毒杀李显后并没有贸然宣布自己是皇帝 而是立李显的第四儿子李重茂为嫡 李重茂啊不是委皇后的亲生儿子 谁都知道这等于又进入了后妈当政的时代呀 委皇后的这一番操作直接就惹怒了李显的妹妹太平公主 这太平公主和大侄子李隆基一商量 祖团灭了委皇后和他那个傻闺女 随后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拥护下 李隆基的爹向王李诞成了皇帝 视为唐瑞宗 不过正是应了那句话呀 外部的敌人消之后 接下来就是内斗 估执二人联手做掉了委皇后 可谓是同桌共鸡 李诞继位之后 形势却急转直下 估执二人不仅翻了脸 而且还大打出手 原因就在于这太平公主走了委皇后的老路 也想实现女皇之梦 可是李隆基太聪明不好控制 于是他就想干脆弄死这个职责 结果李隆基勇敢的先下手为强 干掉了太平公主 李隆基他爹李诞 本身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经过这一番折腾 他那本就已经脆弱的心灵 再也经受不住打击了 就在成天门前宣布将皇位传给了李隆基 于是武则天开始了大唐红元当国时代 终于结束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5年 是唐朝在位最久的皇帝 不过他的人生轨迹很简洁 就是一条抛物线 前半辈子唐玄宗雄才大略 历经土制 几乎用光了所有的优点 才把大唐推上了巅峰 而后半辈子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前半生身边的能臣 一个接一个的顶上来 姚崇献上时事要说 奠定了开元盛事的基本盘 宋景接班顶上 发扬光大 帝师张月二次树山 改辅兵制为木兵制 闲相张九龄有才有品 直言敢见 开山开路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死时 就是他写的诗 总之 李隆基的前半生身边能人背出 他自己也是慧眼识人才 大力重用 一路将大唐推上了世界之电 GDP生产总值 干到了全世界占比一半还多 引发万超来败 那时候的大唐在世界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但是啊 这李隆基这时候飘了 总觉得自己功德圆满 该享受生活了 不用开元了 于是把年号改成了天宝 这一改 就把自己后半辈子给改崩了 在朝堂上开了名相张九龄 重用山炮李林甫 也不怎么管理朝政了 抢了儿子老婆杨玉桓 天天跟杨玉桓在后宫秘密歪歪 美其名月君王不早朝 李白跑过来想当个宰相 结果他就让李白当个携手 气得李白写了一句 云响一场花响容 春风福建陆华农就走了 白居易倒是被这两位的爱情羡慕住了 写了个长恨歌 这都还是小事情 关键是他让杨玉桓 认了安禄山当干儿子 同时呢 让杨玉桓的堂哥杨国忠 接班李林甫当宰相 这杨国忠啊 是屁本事都没有 完全是靠裙带关系 嫉妒新海忠 看着安禄山得宠 他就受不了 非得排挤安禄山 结果逼得安禄山造反了 这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禄山和小伙伴史思敏和起伙来 打着清军策 诛杀杨国忠的吼号 一路干到了洛阳啊 这时候唐玄宗才醒悟过来 第一反应就是跑 跑得越远越好 于是带着宰将杨国忠 还有自己的老婆孩子 一路跑到成都逃难去了 当一行人马走到马为义时 终于出事了 护送他们的禁军士兵返了水 在士兵看来 他们如丧家之犬一样 跑出长安城 就是因为杨国忠惹恼了安禄山 而且人家安禄山说了 要清除杨国忠这个败类 士兵们他当然不知道 那个只是政治口号而已 于是士兵们抄家伙 围住了李隆基的住处 将杨国忠砍成了肉泥 还逼迫李隆基杀掉杨玉桓 士兵们坚定的认为 杨玉桓就是个红颜祸水 如果没有他干政 杨国忠就不会受宠 杨国忠不会受宠 安禄山就不会打他们 那个时候士兵已经完全失去了理事 搞不好连皇帝老子也敢砍 最终李隆基无奈之下 让高势力将杨玉桓勒死 这才平息了一场动乱 但实事求是的说呀 这杨玉桓真的没有干政 他作为女人仅仅是受宠而已 唐玄宗逃难这一路 不光是老婆没了 连工作都丢了 他儿子看老爹玩大了 赶紧把老头录下来 自己临时登基 这就是唐素宗李亨 一代传奇唐明皇 就这么半路成了太上皇 从此住进了老干部活动中心 再无作为 享年77岁 大唐第八位皇帝李亨继位后 在名将郭子怡等一群能争善战的武将帮助下 成功收回了长安 叛军也在这时候出现了内讧 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旭杀死了 史思明又杀死了安庆旭 史思明又被自己儿子史朝义杀了 也就是说 安史之乱这俩大boss 安禄山和史思明 齐刷刷全都死在自己亲儿子手里了 你说这玩意闹不闹 就此安史之乱进入相识阶段 这外部刚消停点 朝廷内部又乱了 李亨重用太监李府国 导致太监们横行霸道 最后反应过来想收回李府国权力的时候 才发现已经伟大不掉了 被活活气死了 享年五十一岁 皇帝李亨挂了之后 继承皇位的是太子李玉 他就是对外无情对内痴情的唐太宗 大唐的第九位皇帝 对外上来就斗倒大宦官李府国 二宦官成元镇三宦官于朝恩 派名将郭子怡继续出兵镇压叛乱 那会儿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了 虽然安禄山安庆旭和史思明等人早已经死去 但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依旧占领了很多地区 这史朝义也是个倒霉孩子 碰到了历史级名将郭子怡 对外的战地可以说很生猛 但是这位爷太痴情了 对老婆用情太深 这辈子他只爱过两个女人 一个是没当皇帝前的沈真忠 结果安史之乱时给弄丢了 找人找了一辈子 一个是当了皇帝后的独孤士 结果因为生的女儿夭折 独孤士伤心过度也去世了 这唐太宗李玉痴情的捂着独孤士的尸体 过了三年 三年后才下葬 下葬后老兄就精神萎靡了 不久也去世了 享年五十四岁 这时太子李氏继承皇位 成为了大唐的第十位皇帝唐德宗 这位不仅脾气泡 脑瓜子也不灵光 如果斗地主 他就属于四个王带俩二的主 老爹李玉留下的一手好牌 让他打得稀烂 安史之乱后 藩镇基本都消停了 但在建中二年 承德节度时李宝臣去世 儿子李怀岳就上书李氏 请求接替老爹的班 你说你就踏踏实实给他就啥事都没有了 你就算想收拾他也得有实力再去呗 但李氏他不 上来就一顿嘴炮给骂回去了 结果天下就又乱了 本来双方还算是势均力敌 谁能想到士兵正在打仗呢 这位爷脑瓜子进水不发军响 一下导致发生了兵变 这李氏遗憾大事不好撒牙子就跑啊 和他爷爷李隆基跑到程度不同 李氏一路跑到了梁州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州 四年后才回长安 回来后呢又开始作妖了 亲近太监 将禁军的精归部队神策军全都交给了宦官 可劲造完一把好牌的李氏 终于在贞观二十一年闭上了双眼 享年六十三岁 将皇位留给了中风的太子李宋 也就是唐顺宗大唐的第十一位皇帝 李宋堪称是过把瘾就死的皇帝 继位不到一年就挂了 享年四十五岁 啥事也没干 都中风了 还能要求他干啥呢 紧接着大唐的第十二位皇帝李淳继位 是为唐宪宗 这位皇帝在大唐历史上 可是仅次于太宗李世民 玄宗李隆基的猛人呢 上来就解决了犯愣不听话的藩阵 为自己的祖爷爷 太爷爷爷爷等一众受藩阵欺负的人 彻底报仇学恨了 由于他在位的年号叫元和 所以史学家称此阶段为元和中兴 按说这么一个生猛的皇帝 没有能吓住他的人 肯定也不会有能忽悠住他的人 然而这个世界就很奇妙 那些蛮横不讲理的藩阵节度时 没把李淳怎么地 几个道士愣把李淳给忽悠了 他也开始服用道士们练的金丹 结果 龚仲独一命无辜了 享年四十二岁 从李淳之后 大唐基本就算废了 继位的唐牧宗李恒 大唐的第十三位皇帝 正事没干多少 倒是整出一桩党争 这就是著名的牛李党争 弄得朝堂乌烟瘴气 今年牛党说了算 明年李党说了算 反正是皇帝说了不算就对了 李恒在位四年就挂了 享年二十九岁 继位的唐靖宗李战 更是二百五 大唐的第十四位皇帝 正事不干 天天跟宦官玩玩玩 今天斗鸡明天踢球 就在他玩的不亦乐乎的时候 他最信任的宦官刘克明 给他戴了绿帽子 这事就很新鲜 悄悄和他的爱妃董淑妃有了一腿 更可悲的是李战最终就是死在刘克明之首 死时只有17岁 还没有孩子 这太监们一商量啊 李战的弟弟李昂就继承了皇位 视为唐文宗大唐第十五位皇帝 这个时候掌权的大太监叫求是良 嚣张到觐见皇帝不用预约 可以佩戴兵器 试想一下 如果你家里是保姆一切说了算 你会做如何感想 当时李昂就想弄死他 结果一不小心露出了马脚 被求是良逃走 这求是良死里逃生 缓过手来 他便带着神色军在宫里一顿的砍瓜切菜 一天之内被杀的官员多达一千多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天之内 官员被杀最多的宫廷政变 这李昂没多久就憋屈死了 享年31岁 求是良趁机伪造了诏书 于是27岁的弟弟李延继承皇位 视为唐武宗大唐第16位皇帝 李延无愧叫唐武宗 上来就摆平了求是良 然后平定番阵的叛乱 对外又打击了总是侵扰北部边疆的回谷 然而上面这些事情和李延整治和尚 尼姑相比那就是小屋见大屋 李延用四年多拆毁了四万多座寺院 三十多万僧尼被强制还俗 自食起立 收回了大量土地 国家财政充实了很多 因为李延在位的年号叫慧昌 所以这个事呢也叫慧昌废佛 佛教方面管这个叫慧昌法难 历史四年多的慧昌废佛让和尚尼姑们狼狈不堪 但是反观道士们却活得很自尊 武宗李延对道士们言听计从 以至于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 终于和他爷爷唐宪宗李淳爷 为了追求长生不老 死于道士炼制的金丹 享年三十二岁 武宗李延驾崩的时候没有孩子 在宦官的主导下 这次不是弟弟继位 而是叔叔李延继承皇位 视为唐宣宗李延不仅是大唐的第十七位皇帝 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叔叔身份继位的皇帝 这帮宦官你就没有他们想不到的 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 这李延当皇帝对大唐帝国来说绝对是幸运的 他派兵打败了吐蕃 重新掌控了丝绸之路的要道 大唐又稍微小小熊起了一把 史书上为李延送上了个雅号叫小太宗 说他很有先祖李世民的风范 可是啊 谁能想到就这么一个英明的帝王 最后也是追求长生不老死于丹药 享年四十九岁 李延把自己嗑药嗑死后 儿子唐义宗李垂继位 也就是大唐的第十八位皇帝 这李垂能当上皇帝 也是宦官拥立的结果 当时掌握进军的宦官王宗时 看中了李垂混蛋加二百五的特质 所以他力排众议拥立李垂 以便自己继续掌握大权 李垂呢也确实没辜负宦官的期望 花起钱来杀不住车呀 例如嫁女儿 土豪李垂 嫁女儿根本不用南方出钱 除了给钱给房之外 宫里所有的齐身一宝全都拿出来当配价 更要命的是李垂一改当年唐武宗李延的废佛之举 虔诚信佛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盈利佛谷 他有一句口头禅 如果我能活着见到佛谷 让我死也愿意 还好啊 这佛祖满足了他的愿望 贤通十四年 在凤灵佛谷四个月后 李垂履行了他的诺言 身腿瞪眼 驾鹤熙去了 享年四十岁 在宦官门的运作下 只有十二岁的唐熙宗李轩继承皇位 成为大唐历史上宦官拥立的皇帝中继位年龄最小的一个 他也是大唐的第十九位皇帝 要说李轩本身不是个笨人 文艺表演 体育运动 数学他都精通 但由于年龄太小 所以在宦官们的指导下 逐渐走上了一条玩主的道路 甚至连赌博之类的游戏 他都能整出一大堆经验 唯一不行的就是做皇帝 而在这个时候 大唐帝国正面临着覆灭的危险 皇朝正带着大军以席卷之势打向长安 广元明年十二月 兵强马撞的皇朝 皇朝终于打进了长安城 自己做了皇帝 西宗李轩屁滚尿流的逃到了府中 皇朝在做了皇帝后 如果像当年李世民那样勤政爱民 大唐的历史剧本或许就此终结 但皇朝偏偏就是个穷人诈父 没啥大出气的人 进了长安就钻进了深宫吃喝玩乐 很快唐朝就组织军队开始反攻 结果皇朝大败自意身亡 他手下的人也一哄而散 当中就有一个叫朱温的人 西宗李轩回到长安后 不久也驾赫习去了 享年二十六岁 他死后关于继承人的剧本 再次翻出来上演 宦官拥立李轩的弟弟 寿王李叶为继承人 他也是大唐的第二十位皇帝 李叶刚一当上皇帝 华夏大帝就涌出了很多抢地盘的能手 其中势力最大 打得最邪乎的两股势力 就是朱温跟李克勇 李叶本想的重整超纲 找了个叫崔印的宰相协助自己 哪成想了 崔印是朱温的小弟 让朱温带兵打进了长安城 绑了李叶 进了自己的大本营洛阳 朱温将三十七岁的李叶暗害 拥立他的儿子 只有十三岁的李处为皇帝 视为唐埃帝 他也是大唐的王国皇帝 朱温杀掉唐昭宗李叶 引起了唐朝很多宗室和朝臣的不满 于是朱温又大开杀戒杀了个干干净净 扫除一切障碍后 唐埃帝李朱将皇位主动善让给了朱温 朱温感谢他的方式很简单 一杯毒酒 唐埃帝享年十六岁 历史289年21位帝王的大唐王朝就此覆灭